当人类仰望星空时,最深刻的追问始终是,我们是孤独的吗?生命的火种究竟如何在宇宙中点燃? 2025年10月2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一项新发现为这个千古谜题写下了震撼的注脚,在距离地球16万光年的大麦哲伦星云中。 一颗名为ST6的年轻恒星周围的冰层里,科学家首次探测到五种复杂有机分子,其中包括从未在太空冰中现身的乙酸,以及银河系外首次发现的乙醇、甲酸、甲脂和乙泉。 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人类对宇宙化学的认知,更暗示着生命的基石可能在宇宙诞生早期就已广泛播撒。 这项由马里兰大学与NASA科学家Mata Svilo领导的研究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研究团队通过微波望远镜的中红外移器MIRI捕捉到的光谱信号,精准识别出这些碳基化合物的指纹。 这完全归功于微波卓越的灵敏度和高角分辨率。 Svilo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它能捕捉到遥远圆恒星周围冰层的微弱光谱特征。 其光谱分辨率足以让我们做出可靠识别。 在此之前,即便是在银河系内,科学家也仅在圆恒星周围的冰中确认过甲醇这种复杂有机分子。 而微波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团队从单一光谱中提取出前所未有的信息量。 这是哈勃望远镜等前代设备无法企及的能力。 更令人振奋的是,发现这些分子的特殊环境。 大麦哲伦星云作为银河系的半星系,其重元素原子叙述大于氦的元素含量仅为太阳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日本科学家的研究更精确地指出,其铁和氧等元素含量甚至低至银河系的四分之一至十分之一。 同时,这里还承受着远比太阳系强烈的紫外线辐射。 这种低金属风度、强辐射的恶劣条件与宇宙诞生初期的星系环境高度相似。 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复杂有机分子简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荷兰莱顿大学合著者Will Rucker解释道, 这意味着碳基化学的发生不需要丰富的重元素储备。 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原始宇宙中,生命的种子也能生根发芽。 这些被发现的分子各自承载着特殊的科学意义。 乙酸是醋的主要成分,此前从未在太空冰中被明确观测到。 乙醇和甲醇是常见的酒精类物质。 甲酸甲脂与乙醇则广泛用于地球工业生产。 而团队疑似探测到的乙醇醇更是与生命起源直接相关。 这种简单的糖类分子被认为是RNA的前体物质。 而RNA作为遗传信息传递的关键分子,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生命演化早期的核心物质。 《自然》杂志2023年的研究曾指出,以纯权的存在,可能为RNA的形成提供关键原料。 此次在早期宇宙类似环境中的发现,无疑为生命起源于宇宙化学的假说提供了强力支撑。 更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这些分子的形成机制。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合角博士团队2025年7月的研究发现, 星际尘埃表面的一氧化碳冰会在史凯尔文约零下263摄氏度的低温下发生结晶相变, 从无序的非晶态转变为有序的多晶态。 这一过程能让嵌在冰层中的分子和自由基自由移动并聚集反应, 而这些直径小于一微米的尘埃颗粒就像微型宇宙实验室, 为复杂有机分子的诞生提供了5台。 洛克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甲醇和甲酸甲脂此前已在麦哲伦星云的气象中被发现, 而此次在冰层中的探测证明这些分子最初形成于固体冰中, 随后才释放到气体中,完成了从固态合成到气态传播的完整循环。 微博望远镜的此次发现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近期地外生命探索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6月, 微博望远镜通过搭载特殊日免移的MIRI仪器 首次直接呈向了一颗质量仅为木星0.3倍的西外行星TWA-7B, 展现了其捕捉小质量天体的强大能力。 10月27日,国际团队又在距离地球18.2光年的双子座方向, 发现了位于恒星宜居带的超级地球GJ251C。 这颗岩石行星质量是地球的4倍, 若大气条件适宜。 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 这些进展与冰中有机分子的发现形成呼应, 当科学家确认, 生命的化学基础能在早期宇宙广泛形成, 同时又不断发现处于宜居带的西外行星时, 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高。 不过,科学家们并未急于下结论。 Svilo强调, 目前仅在大麦哲伦星云的一个来源和银河系的4个来源中, 检测到冰中的复杂有机分子, 团队计划扩展观测范围。 检查大小麦哲伦星云中更多圆恒星 以确认这些分子的分布广度。 我们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来验证两个星系间的分子风度差异。 他说, 但这一发现, 已经为理解宇宙复杂化学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 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不等同于生命的存在, 它们只是生命的基石要形成真正的生命, 还需要经过行星形成, 环境演化等一系列复杂过程。 正如Roka所言, 我们证明了, 有机化合物能经受行星形成的考验, 并被纳入新行星, 但从分子到生命, 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这一发现带来的深远影响, 远超天文学领域。 它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 如果复杂有机分子能在16万光年外的原始环境中自然生成, 那么在浩瀚宇宙的其他角落, 类似的化学过程可能正在无数个恒星系统中上演。 德国科学家合脚的研究更暗示 一氧化碳冰的结晶相变, 在宇宙中极为常见, 这意味着有机分子的合成可能是宇宙的通用法则, 而非地球的独家幸运。 当我们意识到生命的基石可能与宇宙同灵, 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感似乎也随之消解, 我们或许不是偶然的产物, 而是宇宙演化的必然结果。 回望地球46亿年的演化时, 那些促成生命诞生的有机分子 或许正是通过彗星、陨石等载体 从类似大麦哲伦星云的原始环境来到地球。 如今韦伯望远镜, 让我们在16万光年外观测到相同的化学图景, 这仿佛是宇宙在传递密码。 生命的故事早在138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的余晖中就已开篇。 随着下一代30米级地基望远镜 和巨型空间望远镜的规划建设, 科学家们将深入分析西外行星大气层 寻找生命活动的直接迹象。 而每一项新发现 都在拉近我们与宇宙真相的距离。 当夜幕降临, 我们仰望星空时 大麦哲伦星云那团模糊的光斑中 正隐藏着生命起源的秘密。 卫博望远镜镜片 捕捉的不仅是光谱信号, 更是宇宙写给人类的情书, 它揭示着 我们与这片星海血脉相连。 生命的奇迹 或许正在宇宙每个角落悄然绽放。 好了,老规矩, 喜欢影片 记得立即订阅, 狠狠按赞哦!